2005年的某月天呢 刘汉呢当时在澳门赌场呢 当天晚上呢是豪输了3000万 但是刘汉呢毫不在乎 这些人也都知道 这是汉龙集团的老板 大陆啊最有钱的人之一 那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啊 刘汉呢准备啊 回酒店休息的时候 后边就有人喊 刘总 刘总 刘汉一回头啊 这个人呢他并不认识 刘汉这边一看 您是 您好刘总 我是大连同事集团的老板 我叫董海波 我那到这块也是玩两把啊 眼神久仰了 您刘总的大名 你看咱能否认识一下 这当时刘汉呢也是啊 就跟这个童海波握了握手 两个人呢也算是呢 他乡入固之类 对不对 这个时候童海波就说了 刘总你看你有兴趣吗 咱们能不能请你吃点饭 就是这样刘汉说那行吗 刘汉当时带着几个保镖啊 就和这个童海波啊来到啊 当地的一家餐厅吃了点饭 两个人的聊天也是相见甚婚 可是到第二天呢 这个刘汉那个头啊 就有点不舒服了 这童海波也极其的好赌 这一天童海波就来到了这个赌场 当天晚上童海波就 一刻钟的功夫 就输了一千个W 这个时候童海波 让赌场的工作人员呢 给他换筹码的时候 连赌场的工作人员呢 直接就跟童海波说了 说童海波不好意思 您的账户上已经没钱了 这当时童海波这边一看 这不麻烦了吗 对不对 现在都已经输了一千个W了 我这边没有钱了 那马上啊 这钱不是瞅着输吗 我得往回捞 往回捞钱 你得有本钱呢 随时啊 童海波私来想去 把电话打给啊 这刘汉了 刘汉这边一姐 你好童总 刘总 我是童海波 童海波啊 您说怎的了 我现在在赌场呢 今天你怎么没过的呢 刘汉说 我这个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今天呢我就不过去了 有什么事啊 您说吧 说刘总啊 你看我这天晚上 我输了一千个W了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账户上没钱了 你这样 你看您不能从你的账户上 给我过了个两千万 明天呢 我们这个公司一上班 我就要把钱呢 打到你的账户上 刘汉说 没问题啊 你把呀 这个电话 给这个赌场的孙经理吧 这孙经理这边一姐 刘总 你这样啊 你从我这个账户上 给童总过两千个W 这当时眼睛这边 孙总啊 直接就跟刘总说 说刘总 你看您打个电话 我可以给您过钱 但是您俩之间 这个战争纠纷 我可不参与啊 刘汉说 不需要你参与啊 没事 我们呢 这个 都是生意人 都是讲究诚信 给他转两千万 说好的 那就这样 当天晚上这两千万呢 童海波又输了 这个时候童海波日行啊 事情已经够到了 因为童海波他资产呢 并没有多少 那你看这天晚上 就输了三千个W 这童海波当时 带着几个兄弟啊 就准备呢 回到了大连 这几个兄弟就输了 那你看刘汉那边 行了回到大连呢 我再给他打电话吧 今天晚上啊 眼睛也休息了 咱就别给他打了 那你看当天晚上 和童海波带着几个兄弟 连夜就返回大连了 第二天刘汉呢 到资产来的时候 就找了个童海波 眼睛告知啊 童海波昨天晚上 挑了三千个W 可能现在都已经啊 回到这个大连了 这刘汉这边一看 这欠我两千万 怎么是生意没值 这钱就 这人就走了呢 我刘汉给他打个电话 随后刘汉把电话了 就打给童海波了 童海波这边一起 哎刘总 刘汉这边一看 童总 你看我今天到资产来了 想陪你玩两把呢 你怎么都走了呢 童海波这边一看 说刘总啊 你看昨天晚上啊 我这个第二个公司 又在急事 我着急就回来了 也没给你打这个招呼 刘总啊 我想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这两千W 您别着急 对不对 我这一半天啊 马上就给你转过去 你把账号 用短信的形式 给我发过来就行了 刘汉说啊 那不着急 我给你打电话呢 也不是为了钱 那行啊 那个一半天 我就给你打过去 刘汉说那好嘞 就这样 刘汉当时呢 也没在乎啊 这两千个打不留 三天以后刘汉呢 也就啊 回到了个四川成都了 你看这一晃啊 时间就过去一个星期了 这童矮波的 也没有给刘汉打电话 也没有说这个钱的事 这刘汉这一琢磨 我跟你是初次见面 我直接给你拿了两千万 你这晚上 黑不提白不提的 这咋个事 刘汉再次把电话打给啊 这童矮波的 童矮波这边就接了 哎刘总 童总啊 你看这我这都回了一个星期了 对不对 我的公司也需要钱呢 这两千万 你啥时候能给我呀 这童矮波这边一看 说刘总啊 我确实不好意思 这公司啊 这钱呢 一直也没回来 对不对 回了我立马就给你 刘汉这边一看 那你啥时候能回来 啊 我尽快好不好 啊 刘总你别着急 只要我的钱一到位 我立马就给你 刘汉说那行吧 那你看时光啊 啊 永远岁月如素 一晃过去半个月了 这童矮波也没给刘汉打电话 刘汉觉得这个人呢 他办事不靠谱 刘汉这边直接 给自己兄弟刘伟就叫了 说这样啊 这段时间呢 公司也是没什么事 咱们几个啊 去趟大连 一边呢 去玩 一边啊 就去找了个童矮波 要了个两千万去 这当时的刘伟一听 去大连玩 那刘伟当时非常开心的 刘伟这边啊 直接跟唐宪兵 乐视他们几个说了 说汉哥呀 到咱们去大连玩 带咱们俩去要这 那你看到了大连之后啊 刘汉才知道 这童矮波这小子 太坏了 啊 当时呢 在大连呢 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 故事呢嘎嘎精彩 给老弟点个小红心 好不好